最近日夜温差大 相信在电视机前面的你也相当有感 因为时序已经迈入了秋冬 不少的呼吸道传染疾病 恐怕在秋冬多重夹击 尤其是新冠肺炎 10月2号起除了流感疫苗开打 肺炎烈球菌也开打 另外因应新冠变种病毒 从今天开始也提供新冠变异株XBB.1.5疫苗 而花莲卫生局表示 民众可以选择同时接种不同部位 或选择间隔时间施打 可以与医师讨论最适合的接种方式 根据卫福部疫管署公布资讯 国际间COVID-19疫情有升温趋势 而国内疫情也有略升 预计12月底达到高峰 目前病毒株主流是XBB 自9月26日起优先开放65岁以上民众接种 10月11日起则开放全民接种 华林县卫生局也提供县内乡镇卫生所随到随打服务 建议距离前一季新冠疫苗满6个月以上民众 尤其脆弱族群可加强保护力 我们还叫刺激在那边当中 是针对新冠病毒 最新的变种病毒局 SBB1.1.5 SBB1.1.1 那基本上它可以 你只要这三个月内没有确诊新冠 我们都可以打 6个月以上小朋友就可以打 然后打到各个年纪都可以 你只要这三个月内没有确诊新冠 没有打过新冠疫苗 都可以施打这身疫苗 送回家就是多喝水多休息 真的有发烧吃退烧药 差不多两天以上就一看一下 发烧超过两天就会过游 这个机率很低 那再来就是手红肿 也蛮多人有这个感觉的 我们记得是病除药 不要乐福也不要去容他 那两三天通常如果真的红肿 两三天会消 你近期如果刚好打完流感 你现在手还不舒服 莫德纳就换疫苗这时候下车 除了可接种莫德纳新冠XBB1.5疫苗 亿二年度公费流感疫苗 第一阶段已于10月2日起开打 对象为65岁以上长者 雪林前幼儿 医师及卫生防疫相关人员等11类对象 第二阶段至11月1日起开始 对象为50至64岁 无高风险慢性病成人 华林县卫生局表示 民众可选择同时接种不同部位 或选择间隔时间施打 与医师讨论最适合的接种方式 记得长邦彦 华林医师报道 这場图项就像冠绍